五月怀树香又到了怀花挂满枝头的时候 除了为我们带来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 怀花入菜更能带给我们清新爽口的味觉享受 黄鱼吸收怀花带来的大自然的气息 细嫩中透出丝丝香甜 蛤蜊与怀花搭配更能凸显怀花的清新和蛤蜊的鲜美 什么样的怀花可以吃 是怀花都有哪些问题要注意 营养专家告诉您 更多精彩竟在本周当家菜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在赶紧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支持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这个季节正好是百花真爱的季节 他说这个季节也是怀花上市的季节 如果说你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走到马路上 周围的一些怀花树的竞香的争烟 而且怀花也是既能入药又能入传的 今天让怀花来做我们的当家菜 用怀花做两种不同的美味 那么有请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烹饪大师 中国高级的烹饪大师 就是丙吉和丙大叔 欢迎不敢说 谢谢 兵大师今天用怀花给我们做两道家常美味 一道是一个小饼 一个就是煎的一个咖喇饼 咖喱饼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种着一个黄鱼 你看一听就感觉又清淡 然后又是那种家常口 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严厉健康老师 顾评图老师 欢迎你顾老师 你好大家好 顾老师平时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接触怀花的机会并不多 一年的时候就那一点点的季节 就春天的花嘛 就只能吃那个季节 就是这个季节的槐花你看看 这个含苞待放 有的已经开了 有的呢还是一个花枯端 那今天呢用它做菜 一定也是相当美味的 那今天我们第一道菜呢 给您做的呢 是用槐花做的槐花蒸 黄鱼 现在开始叫您做 首先大家看看这槐花 这槐花属于是这种鲜的 对鲜黄花 我吃的比较多的也是这种 但是我也见过那个甘的 甘的呢是入药的 这个鲜品呢是我们烹饪用的 吃的比较多 而且只有春季能吃 春季就这季节 如果大家去过山里面 会发现这个季节 春天的这个最好的时候 春夏之交之际 这个槐花在山上真是一道风景 对而且又香又香 相近小路上脚下踩着槐花的花瓣 头上飘着槐花的花瓣 那种感觉又惬意又好闻 那大叔今天我想问一下您 咱这个怎么处理 你看看这 看着就不知道从哪下手 肯定有土的 而且你还不忍气伤害它 因为毕竟是一个花瓣 对 那怎么办 这个槐花呢 这个一般你要做菜的话呢 首先你必须得焯一下水 焯水的 焯水之后呢 用水来浸泡一下 浸泡主要是为了去这个粉尘 灰尘 你像这个槐花呢 虽然现在它很乱 但是它不如这种槐花 就稍微有点开花的感觉 它香 对这种有香味 吃起来也很好吃 很香的 但是也不能花开得太大 因为花开得太大了 它就老了 算老吗 代表呢 它这个很脏 就不卫生 不卫生 因为这个它是拿在这个野外的吧 对 它又很难洗 因为这个花瓣非常的不耳 对对对 你也不能用力的伤害它 你得怀着一个 怎么讲 爱惜的那种角度 对 所以吃槐花呢 就是忌讳很多 既不能全开 又不能完全不开 就是这一个季节 就几天的时间 就几天的时间能够采摘 几天 那你看我们正好感受 最好的世界了 大厨 咱现在开焯水 我看到咱之前的把这个 尝尝的这个筋呢 都要取出来 对给它去掉 你哪有感呢 对 好 放在一边 哎呦 真是漂亮 这一刻让我想起了 大厨的葬花 葬花 嗯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古典小说中的桥子 其实看到美丽的花朵 大家都想要怜香惜玉 就觉得如果能把它 品鉴一下味道的话 哎呦 真的是神仙的享受 是啊 可是烫也不能烫太久吧 这个要开锅一下 要开锅的 这个呢 因为它有些人对这个花呢 它是过敏的 过敏 嗯 你不要煮开之后 当然它也很 应该是有一些这个 虚味的毒素 有毒素 这个槐花呢 对 槐花是有一点点小微毒的 尤其是呢 你像这个槐花芽 我们发的它一些小嫩芽当中 是有毒素的 所以我们吃槐花 不能吃呢 开的很花 很大的 所以呢 这种槐花呢 变生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最好 煮一下 其实 我注意到老师 咱们在节目中说的好 这个香春也好 还是说 有一些有毒的一些 这个食材也好 好像烫一烫之后 都能去除 或多或少一些 没错 因为咱们过敏制得多 过敏的东西呢 它是水溶性的 像主要都可以有穿透性 所以用水烫的方法 一个是去毒 另外一个吧 槐花呢 刚才我们炳大师也说了 长在深山野外 所以呢 这个灰尘啊 难免要有 这样一烫呢 什么东西都去除了 烫一烫 很关键的 这边呢 我们把槐花烫着 再说这些黄鱼 你看大叔在今天做的一个菜 是一道真菜 选择黄鱼的理由是什么 黄鱼它的这个肉质 很适合配槐花吗 槐花呢 它很适合 这个有任何的海鲜 海鲜吗 这个搭配在一起 因为它清香 因为它清香 清香的 而且它也吸海鲜味 吸海鲜味 它搭配在一起 这个海鲜会更加的鲜 而且这个槐花 它有槐花的香味 这个鱼搭配呢 因为这个鱼肉 它也比较细嫩的黄鱼 吃起来就非常的可口 细细嫩嫩的鱼 黄鱼 我们今天用的 好了 你看一开锅就得了 然后呢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样一炒完之后呢 我觉得会比刚才 更能够筋得住 我们再继续煎炒烹调 对 我们再烹调就好烹调了 这样呢 它这个香味呢 它也都出来了 也就出来了 闻了已经有槐花 这个槐花的肉菜呢 这个非常的多 但是很多的菜煎炒烹炸 它都行 因为这下就很香了 你看 这是我们又没过凉 过凉又过凉 赶快过凉 赶快 顾老师帮忙 不然的话 它用余温的话 会把这个花骨骨弄到 一刻就烂了 就软了 对 槐花现在已经过凉了 接下来呢 大叔要帮大家给黄鱼处理一下 对 其实 很多朋友就说 这黄鱼跟黄花鱼 是怎么会关系呢 其实它们不是一种鱼 不是一种鱼 因为这个黄花鱼呢 是咱国家的一个非常好的海产 它分大黄花和小黄花 黄鱼呢 它是野生的 而且呢 一般的味道非常鲜嫩 鱼汁也很细 但是它是两个品种 两个品种 这时候呢 来点盐葱和姜 我看您 直接开始准备腌它 腌腌它 蒸它之前先咽咽 咬的料酒 好 因为这个鱼呢 它是一种冰鲜鱼 虽然它很新鲜 但是它是冰的 冰的 咽咽咽咽它的味道 好 有味儿 就用这么简单的一些葱姜 就可以把它取腥了 咽过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给 摆起来 这个葱姜呢 先放盘底下垫底 正好我们就把用它 腌的这个葱姜放在盘底 咱准备开始蒸它了 对 这时候还是一字花刀很简单的这种 这时候呢 就把这个槐花 嗯 炸干 这槐花啊这么一炒完水 我们闻的这个香味 非常大 香味浓郁 要比之前没炒之前浓郁的 这是肉沫 炒香的 好像已经炒过的肉沫放进去 炒到就看到这油已经炒出来了这种 这时候呢也是加一点盐 这个其实我觉得做个凉拌菜直接吃也行 这个直接吃也可以了 也可以直接吃了 嗯 好 盐一点 其实你看今天这道菜啊 这个鱼腹中间其实你也可以塞一点这个葱姜之类想去腥 对 有没有必要 有必要也有必要 有必要 不爱吃腥的这种 加一点 直接淋在表面 哦 我们这道菜是把槐花放在表面上 表面上 然后一起蒸 嗯 让鱼去吸槐花的香味 这个鱼啊 现在是鲜花作伴 一起呢放进龙体中 这个应该不寂寞了 是 两条鱼一起放进去来蒸 好 选了一个蒸锅 对 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 当时这个蒸鱼啊 大家有的时候就很怕呢 蒸的时间不到 然后那个腥味还在 而且吃起来那个肉质呢 就不是一次性成熟的 对 要保证时间 是短短时间 这个一定蒸鱼呢 一定要用大火 嗯 是吧 你不能用这个小火 或者这个中火 嗯 大火呢 天足水上了一次性呢 像这个火呢 一般在家里蒸10分钟就可以了 10分钟左右 如果你想这么大的鱼 如果这个火在这个 火在这个猛一些 或者这个密封的再好一些 一般蒸鱼蒸8分钟就可以了 大叔 您说 您说蒸鱼一定要大火 蒸鱼用大火有一些 窍门吗 肉用小火会怎样 嗯 如果小火呢 会把这个鱼肉呢 就是种死了 哦 表面蒸干了 因为这个 它的鱼里这个鲜味呢 它会顺着这个温度 它会慢慢的渗出来 嗯 是吧 你蒸了之后 蒸完这个鱼之后呢 它没有这个鲜味的 这个鱼里变成的味道了 哎 那就慢慢的蒸了 大概10分钟左右 我们这个火里就可以了 嗯 现在我们的槐花呢 放进蒸锅中 等它10分钟之后 才能正式的上桌 不过说起槐花哈 可能大家如果细心会发现 有的槐花呢 是黄的 有的是粉的 咱今天选择的像茉莉一样 这个白的 白色的 嗯 这三种 大叔我先问问您 是都能吃吗 比如说黄的 粉的 还有咱这白的可能都吃了 咱今天去用它 对 那粉的和黄的呢 那个我们也没做过 也没有 没做过 粉色的是可以用的 粉色的但是不能吃 一般呢 我们有时候用中药呢 是用那种黄色的和白色的 黄的和白的 一般粉色呢 咱们就看的比较多 嗯 这个粉的啊 它属于是一种 嗯 一种 国外引进的 一种叫阳怀 阳怀 也是树上 对 也是树上 树上 它是 也是它的树好像长不那么高 嗯 那是怪木丛的比较多 怪木丛 嗯 但是呢 这种一般我们比较吃的最常见的 就是白和微黄的那种颜色 你像我们中药上用呢 这个槐花呢 它是喜欢用这种芽 我们叫槐米 槐米 槐米 就这种刚刚出的一点点小芽 还没开开 然后我们呢给它炒制 哎 这种就这种的 那么这种呢 一般炒出来呢 就是我们现在泡茶用的 啊 我们可以喝到那种槐米茶 槐米茶 槐米茶 它是可以清热 拜火 清干明火的 那我们直接炒来吃 其实就是直接把这营养功效吃进去了 对 直接就吃进去了 像咱们一般的烹饪用的呀 是要花稍微有一点大一点的 对 就你得能吃到东西 对 不然的话咬起来口感也不好 它没有什么口感 而且香味也不够香 因为咱们平常吃呢 作为饮食来讲呢 它作为食材呢 肯定要口感要好 而且要香 它这个花开了一点以后呢 这个香味很好 而且发甜 如果你光这个槐米呢 它是非常苦的 它是一种苦寒的东西 这样搭配一点槐米进去 你也吃不吃来苦头 是 感觉还挺舒服的 其实要说起槐花 我们大家吃它的这个注意事件 有很多 包括槐花的营养 我们呢 一块咱们慢慢的聊 槐花在锅中蒸着 马上呢 已经来我们的第二道菜了 这边我们同步好不好 第二道菜是用槐花做什么呢 这个饼 煎一个这个嘎啦槐花饼 刚才我都说了 槐花蛤蜊饼 这个绝对家常的口 海鲜配合槐花 就是经典搭 这小饼怎么做呢 一块饼大厨再告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时时刻刻给你好味道的健常新时代 我是大嘴 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当家的是槐花 刚才我们用槐花呀和黄鱼配 而且是一道蒸制的菜品 在锅中慢慢的蒸着 还有点时间好才能够出来 不过这时间呢 饼大厨要给大家带来一道槐花蛤蜊饼 对 海鲜条饼 对 那咱现在正式开始 好吧 OK 第一步咱现在的煮嘎啦 煮嘎啦 这个煮嘎啦 这个汤其实很鲜很好 对 其实嘎啦就是这个鲜汤 非常好 当然嘎啦肉呢 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就是 那还有一个种误区 总觉得带壳的胆固唇狗 实际上呢 对嘎啦来讲真的挺冤枉的 嘎啦很美群 它本身呢 没有多少胆固唇 它不像一切其他的贝类 所以呢 一般咱们吃嘎啦呢 是绝对的低脂肪 同时也低胆固唇的 就是说 心血管病人可以吃 蛤蜊还好 这边你看 一边煮着一边的蛤蜊都慢慢的开口了 老师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蛤蜊啊 它是胆固唇比较低的 胆固唇比较低的 而且含的矿物质也很高 矿物质很高 所以我们对它有一种误会 就是 小孩子多吃点 对 长身体 对没错 维生素A含量很高 对眼睛好 怀花咱也是用这个焯好水的怀花 用焯好水的怀花 用刚才焯好水的红花一起 一起 好 OK 这个已经给它转干了 我发现这个蛤蜊啊 今天肉都很肥 其实在春季啊 蛤蜊它的肉呢 也是一个最饱满的时节 最肥美的时候 肥美期了 嗯 这时候煮这个 因为咱要用这个肉 就是少加点水 它就让它这个保持它的鲜味 我们不要那个汤 主要是要它 汤也要 但用的不多 它本身剩下的这些基本就够 这边大厨呢 把这个蛤蜊一个一个地取出来 今天用蛤蜊呢 来配的主要是这个怀花 其实 应该老师您跟我们说 这个怀花呢 它是一种花枯的能入药 对 那个有一个叫 叫怀层 怀米 能清个解毒 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整个一个怀花 就是含苞待放的这种 或者是说已经开出一点点儿子 有没有一些自食的营养工具 怀花呢 是营养价值上来讲呢 它的主要价值呢 在于它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成分 比如说怀耳醇 还有一些护皮素 另外呢 还有一些呢 很有营养的东西 就是都能够帮助我们干什么呢 对我们的毛细血管有好处 可以帮助我们的毛细血管呢 营养更加健康 所以呢 有很多有出血性疾病的人啊 都喜欢用怀花 那么比如咱们这个怀花 怀米呢 给它清炒一下 我们喝怀米茶 这种呢 我们就不叫熟制 其实生制 那么直接呢 可以泡水喝的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清干卸火的 这么多好处 对对对 清干卸火 对清干卸火 你像一般呢 咱们还有一些偏方 比如说用怀花 然后十克怀花 然后再放一点山楂片 五克的怀花 然后再加一点蜂蜜水 常年的就喝这种水 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率 这也算是一个保健 保健 对我们的毛细血管的健康 是很有好处的 那其实你要说这么多 我就想到了一个怀花蜜 这个蜂蜜算是 这个花朵中取出来的 怀花蜜呢 它跟咱们这个怀花呢 是两回事 它的功效呢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怀花蜜 它最主要作用是 降什么呢 降血压的 降血压 对扩张周围血管 降血压 跟咱们这个怀花的 止血作用 正好是相反的 实际上是相反 那么但是这个怀花蜜呢 不是这种怀花做出来的 那么咱们一般呢 像怀花呢 它分国怀和阳怀 我们常 你看那个蜂蜜上 那个瓶子 它会写阳怀蜜 是不是 它其实用那种阳怀呢 酿出来 那小蜂蜜 才那种花花 那么我们吃的这个怀花呢 叫它笨怀 也叫国怀 也有人叫它笨怀 就是笨 其实我们喜欢把 咱们就是自己 当地的东西 叫做笨 笨鸡 笨鸭 这种呢 是我们能够 直接吃的这种怀花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 所以说你看 我们说的这个怀花 这么多 主要还是一点 就是我觉得 时令菜 你要吃一个最时令的新鲜 吃来最好的口感 当然 也要找到它的营养 对 其实本身怀花呢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 我们吃起来还有清香味 比较清淡一些 那么这些营养呢 它都是在的 而且本身呢 你看它这个颜色啊 只要是有点黄头的 绿头的 这个芽 都有很多的 微生塑衣在里面 就是 现在今天这个菜饼 还用了大量的淮花 淮花 那这个菜饼做法都是一样的 加鸡蛋 加鸡蛋 然后这是 小葱末 小葱末 我们的嘎辣汤 是不是也放了一些 也放一些 我们放了一点点嘎辣鲜汤 就是一点点 没用太多 没用太多 用圆汤化圆汤 然后为了增加鲜味 这个嘎辣汤呢 是非常鲜美的 对 这时候这是 面粉 在煮嘎辣的时候呢 这个放了点盐 因为这个菜呢 就不要再往里挑这个盐了 对 那这个菜很清淡 就是面粉 面粉 我们这会儿 不用淀粉 用面粉 好 你看这个面粉 用的量并不是太多 对 我想呢 咱们以前在很穷的时候 那时候老人家都喜欢做这个菜 每年的春天的时候啊 这个槐花下来的节气 老百姓就像过节一样的 那时候都是以槐花饼来当饭吃的 就是 这种锅肉来点油 我们觉得做菜饼就怕糊 所以油要多一点润 也多一点 用平底锅就好了 平底锅 今天咱们做这个槐花饼是一个大饼 大饼 然后切的那种 我以为是小饼 小饼 可能做菜 一般饼大师喜欢做黄金饼之类的 我们做惯了 然后总觉得是小饼 洋葱饼 来个大的 最后是大饼 好 锅中的油热了 直接把我们这个面糊放进去 摊开 真好 我觉得做菜饼 首先一点是什么 你看你吃的这个菜饼 你先到这讲 这主食的量就会减很多 然后吃它的时候你还很当饿 对 它这个相当于是以菜代量 就是 以菜代量是一种减肥的方法 一般我们在给别人做这个控制体重的食谱的时候 然后都是建议人家以菜代量 你们吃大量的菜 怎么吃大量的菜呢 就是把它跟面粉放到一起 当主食吃了 这个黄花饼其实当了一部分馒头 其实它的热量又比较低 好 这边我们什么时候翻面呢 大厨 翻面再煎一下 再煎一煎 再煎一煎 咱们用小火还是大火 用小火 用小火 小火 你看我觉得煎这个菜饼也好 还是烙饼也好 一定把这个火控制到越小越好 否则如果说你的温饰器法不行的话 你很容易糊的 对 可是掌握不住 有时候大家一烙饼一糊了之后就心情烦躁 这个糊了下一个还会紧接着 对 越来越糊好越来日不好 因为人都好像比较急躁一些 总觉得香饼快点成型 所以火就开大 开大以后呢 它反倒不容易这个掌握好火红了 对 一定要有这个 嗯 耐心 翻个个 对 翻个你看大厨教大家这个方法 你在家里面很适合的这种 你直接拿过来也没有多少油 也不用担心烫到自己 你看一翻面 直接就翻过来了 感觉呢就是那么的干 然后感觉那么的 那么的怎么样 那么的有咬头 还像吃上 嗯 我们如果不是大厨 不能把它直接撑过来 我们就用个盘子帮帮忙 但我觉得大厨啊 你看您现在啊 是把它翻个个了 你光看这颜色也看不出来 这怎么才能变为成熟啊 成熟呢 到时候你就插一下 如果它各方面都用了 嗯 它就翻去熟了 你看哈 我们今天大厨呢 在煎这个饼的时候呢 其实主要是靠什么 靠一种 它这个锅中的油要润的力量 如果油不够润的话 可能 它就有八锅了 就是麻了 就是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这个肯定出来好味道 是 你光看这感觉就很想吃 除了顾民体质的人 有没有一些人 也不适合大量地吃槐花 嗯 一般像槐花呢 因为它是比较凉的 所以有凉血清血的作用 而且呢是比较苦寒一点的 所以呢 一般像孕妇 我们是不主张吃槐花的 因为孕妇如果吃了这种苦寒的东西啊 对胎儿是不好的 嗯 所以呢孕妇是不能吃 另外呢 你的体质比较虚寒 你本身就是很良性体质那种 怕冷 然后呢 自己呢 觉得也不是很强壮 就少吃这种比较心寒的东西 嗯 这样还是比较好 那么或者吃的时候呢 给它久炖久煮一下 煮的时间长一些 因为生制呢 它就比较寒 然后呢 给它熟制以后啊 它就变热了 嗯 就能好一些 那其实啊 实在说就 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是挺安全的 一听美味的 是 没错 锅中 槐花和黄鱼蒸着 鱼呢 在吸收花的清香味 花呢 在吸收鱼的鲜香味 嗯 这出来的菜肯定是鲜香 对 鲜香的 大功告成 槐花 蛤蜊饼正式出锅 哦 油香油香的 好漂亮 这种菜饼子呀 每次出锅的时候呢 你都觉得得趁热吃 对 一旦凉下来之后 就有点那个清新的切 对 而且呢 它就不这么酥脆可口了 哎 真好 大叔你在切大的时候 摄着怕我有点 就是按 按捺不住了 好 一条 一条的 咱们今天的这个槐花呢 肯定我们要好好的尝一尝 这是数以尝鲜了 哎 真的是尝鲜 冬天的第一次吃 当家菜的主题呢 就是用这个本季啊 最新鲜最好的食材 教你来烹 你看到咯 这个季节最好的槐花 做的槐花隔壁饼 哎呦 香喷喷的 正式的上桌了 赶快再把我们锅中 槐花鸮的黄月请出来 我们一起呢 好好地尝一尝 这个剂体 最鲜香的味道 正式的一些水 正式的水 这个水是鱼本身的 也有槐花本身的 对 好 哎 好嘞 我想说最后 我们要不要再油泼 对 再泼一下油 再泼一下油 我们一般做清蒸的鱼啊 一定要再泼一下油 否则吃起来就 它那么素雅 这个味道太淡 不过油香 好 哎呀 热气腾腾的 您看到了 现在我们这个槐花在表面 虽说没有刚才那么绿了 但是呢 它把自己的香味 就香味是出来了 往下渗透 香味是出来了 水又没有给它控出去 水不用 不用 嗯 就是过油之前来点胡椒粉 来点胡椒粉 嗯 这是在过油之前的准备工作 这是放的葱 放一点小香菜 嗯 嗯 大时候我注意到 每次油盘的时候用的油 其实要挺挺大的量 挺大的量 也不要很大 但主要是要热 一定要热 就油温一定要高 嗯 才可以 这时候我们的槐花和鱼呢 都等着这个热油 对 热油现在冒着清烟 即将滚滚的上阵了 没错 待会儿呢 我们就要享受这个鱼香味 沾上油香味 就是 嗯 没油的话 清蒸菜是不好吃的 尤其是清蒸鱼 嗯 好了 你看滋滋拉拉的 哇 哎呀 油泡就是这样好 出来感觉了 是实话 我觉得这么一击呢 等于也是给这个鱼 在表面再炸一炸 对 蒸蒸香 嗯 嗯 好 油温一定要最热的时候 把它呢 淋在鱼的上面 好了 两道用槐花呢 做的美味 一道是槐花蒸的黄鱼 另外一道是槐花格力饼 一起上桌 这算是完美一餐 有主食 还有菜 还有菜 而且呢 今天的这两道菜呢 都是绝对的低热量的饮食 低热量的 热量比较低 而且呢 非常清爽 都是扩张血管的 老年人的保健菜 就是 不过呢 其实呢 这个槐花呢 虽然热量低 但是含糖量还是高一些的 有一些糖 有一些糖 所以糖尿病人啊 对于槐花呢 不能吃太多 尤其那种粉蒸的 就是 我们槐花有的时候 把它粉蒸 粉蒸 还是要少吃一些的 嗯 但是咱们还是可以 多吃一些的 趁热 咱们一起享受一下 这个季节最当季的菜 槐花 那咱现在从这个鱼开始吃 从鱼开始吃 来尝尝美味的鱼 鱼和槐花要一起吃 一起吃 就是 这个汤汁啊 也可以其实蘸点 让它那水水润润的 对 真够嫩的 这个鱼 嗯 而且槐花啊 你看它蒸完之后 跟你煎完之后的饼 会有不一样 因为以前我吃过煎的 但是蒸的是第一次 嗯 蒸完之后呢 它会比较软 比较细 比较绵 而且它就比较甜一口 你有一点甜口 槐花呢 如果这样直接生吃呢 是苦的 嗯 它有苦味 但是你要焯水以后 然后再烹饪 它就会发甜 很好吃 你觉得微微的发甜 很好吃 而且我觉得黄鱼很配 跟它在一块 对 很趁 你现在就不吃这个槐花呢 嗯 光吃这个鱼肉 它也有一个槐花的香味 有槐花的香味 嗯 我感觉有槐花的香味了 嗯 这个鱼很幸福 嗯 是不是 好吃 赶快咱再尝尝今天非常美味的 槐花的小菜饼 我就得蘸点这个旁边大厨准备的这个小蒜泥酱 我们饼大师呢 经常会给我们一些秘方 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个蘸汁是什么 这个不是咱以前调的那个蘸汁 不是那个 这个蘸汁呢 就比较清淡 嗯 清淡一些 这时候就是生抽加了一点 嗯 加了一点生抽 蒜末 嗯 我就吃菜饼子啊 想吃到有什么感觉 就是嚼着 嚼着 嚼着 嚼着颗粒 然后里面那个槐花呢 很有嚼头 不是说一嚼完之后呢 只是那个拉肠丝的那种青菜 而是嚼着嚼 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是 没错 好吃 这个槐花呢 跟刚才那个槐花味道又不一样了 这个这个槐花的香味呢 清香味更浓一些 嗯 就是就是 好像都在里面了 好吃 刚才那个让鱼给吸去了 对 我觉得这一层你看用的油很少 用的这个动物性的食材呢 除了鱼之外 也没有别的一种猪肉啊 之类的 就是很健康 非常非常低 很健康 很营养的还 而且这个记者最好是吃了最鲜的槐花 在家里面你也要试一试 谢谢